郊西有一家五星级饭店举行四周年庆 除了推出住宿餐旅的优惠之外 还和联合券目基金会结合 发起住房券目物资活动 未来也会将物资转捐给社府团体 或是偏向学校使用 在这次周年庆活动 凡是入住的房客捐出一公斤以上的二手物资 饭店不但会转给联合券目基金会 还另外捐出两百元 而且房客还能获得食宿等优惠 由于去年业者发起了物资募集高达一公斤 获得外界好评 所以今年跟联合券目基金会合作 要将这些文具物资送给社府团体 还有偏向学校 帮助更多弱势 那这些物资呢 可以连接到宜兰联合券目基金会这边 那宜兰联合券目基金会主要是在做 资源整合统筹分配的 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希望把爱心的物资 发送到宜兰地区的弱势团体 跟一些偏向的学童上面 期待呢 大家一起来响应这样的活动 让爱散发的更远更广 我们非常肯定长荣集团 整个企业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 那透过一个简单的一个旅游平台 让旅行者很清楚 也很认为说 其实做工艺并不难 我觉得这个平台是非常的好 那也预祝这个活动 能够超过它的预期目标 业者除了响应爱心 同时推出许多住宿优惠 饭店大厅还展示 有五位达人花了半年时间 用十万个积木组成的大型创作 因为非常少见 值得民众来参观 宜兰新闻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